主料,排骨250克,花生人50克,葵花籽椒50克,腰锅50克,辅料,料酒,盐,干淀粉,鸡蛋液50克,香叶两片,大料,花酒,姜,葱,老汤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 是先炒过这套气氛熟的花生人和葵花籽人,腰锅,然后放坚果搅拌机一点磨碎,粗粉末状态,里面可以加点盐和滋银粉,不加也可以,开水焯排骨,然后捞出洗净,锅里浇清水,冷水下入排骨,加入调料,料酒,大料,香叶,花酒,姜片葱段,老汤,盐中除栽放, 没有老汤的水里加红糖和老抽,生抽,排骨9分熟捞出,稍微量一会,破伤干淀粉,然后沾蛋液,再沾满煸火碎,锅里加油,6层油温下排骨,炸一遍捞出,油温再次升高7成,重新将排骨倒入锅中,炸鸡黄色捞出,控油,集成,装盘,烹煸技巧,一路排骨调料,盐,料酒,大料, 香叶,香叶,花酒,姜片葱段和老汤,没有老汤的水里加红糖和老抽,生抽,二池鲜炒,或者烤花生油和葵花自然,阳磨,积分熟就可以,因为还要炸,果然可以随意变化添加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U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